我们三个月见一次的聚会的约会又到了 今次就是第三季 我记得第二季四月的时候见大家市场仍是比较低迷的 但是当时我还是维持今年的目标 恒指有没有人记得我看的目标有多少? 两万三到两万三千五 当时我都甚至因为在这里我们三个月见一次 我想你们见我不是三个月见一次的 因为电视、收音机等于听到我讲话都知道我一直的update 我没有修订到这个目标啊? 两万三有修订?你帮我修订啊? 不是两万三到两万三千五是一直讲的 有没有因为市况最近有什么脱欧向下修订呢? 我是没有的 那为什么呢?当时脱欧之后呢? 我都曾经有人问你是不是需要修订? 因为大家知道那个世界可能不同了 分析又偏量是负面的 觉得是会叉了的 当时我又想过是不是有需要把那个目标去修订低一点呢? 但是我当时在电台或者电视都说我会看一段时间 那个股市的反应然后再决定是否需要修订? 这件事我有一个感受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 你会发觉就是一般人对这些这样的大事件呢? 就是坏消息的大事件的反应呢? 都是觉得是不好的 但是如果你回顾回无论是911啊? 以前美国去打什么伊拉克啊? 就是所有甚至最近一个事件英国脱欧啊 尼斯恐杂啊 你有没有发觉就是一般人认为是坏事件出了呢? 之后的股市反而是涨的 涨的多的是不是? 那么这个第一点呢就是说 市场的反应和预期呢 跟很多人一般的认知呢是不一样的 那么我记得在电台也试过有些人说在讨论很多说 脱欧之后对那个经济点对股市点 我当时采取这个态度就是说 第一我不是很厉害的经济学家 我只是一个股评人 那么我也都相信呢 几厉害的经济学家呢 都没办法真真正正准确100% predict得到呢 每些经济事件怎样影响到之后那个 环球经济 错很多的你想想那时候 911之后又说就好像世界末日那样啊 就是这个次岸风暴 爆破了之后又觉得是 就是美国经济会大萧条 你记不记得我记得最讲过的 1929年32年那个大衰退大萧条会重现 在这个次岸风暴之后 那么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以前 将以前的事情发生的事情呢 第一就是投射回现在 但是现在1939、29年32年 和那时候是2000几年 说的是70年那个环境都已经不同了 你会见到现在的央行 现在谁是就是说市场有庄家的 是啊真的市场有庄家 谁是最大的庄家呢 谁是拿庄呢 就是央行 因为央行的影响力呢 是非常之大 那么他们所做的事情呢 我不觉得 就是经济学家为什么用他们的经济理论 去分析一些东西 都是错的 区当呢 不是好像他们预测来的 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分析到一件事就是 央行会怎么做 就是他们想不到央行会怎么做的时候 那么你出来的就是错了 但是现在问题就是说 出了经济不好数据 股市照升 就是因为央行继续放水 继续去做这些东西 那么所以我另外一个感受就是说呢 有时候我们可以听 可以去独立的分析 就是经济一些分析 怎么看每一件事件的影响 但是有一件事比较务实的呢 就是你看到股市怎么反应 就是那个我呢 反而是放在前面的 就是经济分析我会放在停滞 但是股市的反应我是放在前面 如果那个股市在英国公投之后 跌一跌完 接着开始升回 还要高过公投前那个 你很简单一样东西 就是那时候我都说了 你拿623和624那两天的指数比较 624跌了下去之后反弹 如果一直是高不过623公投前 就是说呢 那个市长是认为呢 那个经济股市呢 是受到公投的负面影响 是没办法高过之前 但是我们看到美股港股也好呢 在624之后呢 那个指数更高过 能够高过623的高位 那就是说给什么听 难道市场是错的呢 你想想市场 其实大部分时间 除了有时会错 是大牛市 当散户大量入市 去到一个不合理水平的时候呢 它继续看升呢 就是错了 你跟着它就错了 但是反而呢 那些股市还是低迷 成交比较低 不是散户大量参与 因为我的感觉就是说呢 股市它本身是一个indicator 是反映了市场 那个价格是反映了 它怎么看经济啊 企业盈利啊的前景 那如果在 不是很多retail参与的市况 我好像现在呢 港股早派和美股都是呢 那个成交 我记得有一天 是撞了年内的新低 就是当时retail是退出了 而是deinstitutional institution是参与的时候呢 它反映出来的那个指数的表现呢 其实就正是反映这些机构的东西呢 怎么看后市 那你跟着它这个趋势呢 你不要 就是我觉得 你不要跟它拗呢 它很多时候这smart money呢 难道它会明知经济是坏的 它还去猛买买高的呢 但是结果你看到 美股最近那个不断创新高呢 就证明它们的bet是bet正确了 那我们就回顾一下 上半年的风险声明都要表一表 上半年环球市场主要的指数的表现是怎样呢 你看到道指呢 年头到上个星期五为止呢 反而是升了6.3% 这个图呢 在这里横行很久了 之前有些人就说啊 大圆顶啊 这里有个大圆顶 跟着跌了下来 但是跟着一路呢 没有再低过这个低位呢 它反而形成 就已经完成了一个大圆顶 而这个是一个呢 长方形的走势 通常长方形的走势代表呢 它是等待一个变化 因为不会股市 任何股价价价 不会永远长方形那样 横行落格 最终它一定会有一个突破 either向上还是向下 那如果你记得我在有线啊 或者是有线啊 Money Cafe 我记得五月底的时候呢 我看这个图呢 我发觉不行了 不行了 不是说美股不行了 我曾经出来present说 下半年美股是要创新高的 那时候还没创新的 道指和标普 因为是一个感觉呢 你这么差的事件 跌到这么低 但是去到那时候又说公投 又说未公投前呢 它都是不肯下 都在17000楼上 到了公投完 它都没有跌穿17000呢 其实你已经告诉给大家听了呢 如果它要散 就是美股是要散的 它应该要跌回到1万60%这么低 但是它没有 就是代表它的抗电能力 根本人们不愿意辜货 所以才会公投完 那道指这么强 去到17000楼上 这个位已经跌了 所以接着就有后幅了 接着就一直升了 那这个就是道指了 我们看到年头到现在 升了6.3% 也都打破了那个 突破了横行 长方形的走势了 标普呢 和道指的走势差不多 一样是支持一个月顶 接着见了低位之后呢 就横行 那么最近突破了那个 2132那个高位 那么礼拜五去到2168 就是创新高的 唯一表现比较弱的呢 就是这个纳指了 到现在都没破 历史新高的 它的高位是早在去年 因为今朗呢 你看到很明显的 就是Tex Stop 这些科技股呢 是比较弱了的 可能苹果 不再继续 好像以前那样 创新高那么强势 还有其他一些的科技股弱了呢 所以那纳指 5203那样 这个历史高位呢 现在都是5029 还差200点 是距离的高位 那纳指是落后一点的 所以我们这段时间都是集中看回 道指和标普的走势 当然之后我会再跟大家讲怎样看 但是这里就给大家看一看 就是那个整个环球市场那些的市场表现 好了这个就是泛欧的EUROSOPS 50指数 年头到上个礼 到今天为止呢 是跌了9.5%的 跌了一成 那这个很合理的 因为现在 脱欧那个呢 那个风眼呢 就在欧洲 在英国 那 那么它的股市 弱 经济弱 再加上的 你看到呢 欧洲经济是一路呢 很 疲弱 所以ECB呢 不断地扩大那个量化宽松 是不是啊 之前又增加到由600几亿去到800亿一个月 跟着又连一些企业债都买 但是这个还是公投前呢 所做的事哦 大家记不记得 这个 这个 将来公投之后 怎样影响欧洲经济呢 这个也是未知的 所以如果你说公投对经济是否没有 或者对股市是否没有影响呢 我觉得不是 只不过是对美股没有影响 因为美股第一 可能市场还觉得它是一个受惠者 因为你将来经济的肉差 直接影响在欧洲和英国 美国的经济一会儿我们都会再分析一些经济数据呢 其实是稳定的 那再加上企业盈利那个能见度高呢 那你的资金没办法 唯一就是选两样东西 所以我觉得现在呢 就是这段时间呢 还是有避险心态在那儿的 就是所以你看到这个债息呢 都是还是在1.5几厘十年的国债资息 但是呢 就不是一年左右呢 怕到所有资金都流入债市 只是找U 有些资金呢 是找B B B是什么呢 是Beta Beta 就是说要需求一个高一点的回报 所以 愿意 take一个比较大的risk 想找Beta的资金呢 就选股市了 但是他们选股市呢 它不是一定选欧洲股市的 它选美股 因为那个 Visibility的能见度呢 是比欧洲好的 压多基盈利都是 是 那如果你看看624这个offer 它到现在呢 都没高过 没反弹高过624那个高位 就是说呢 市场对欧洲是有个保留的 是有个不信任的 但是美股呢 是因为那个经济的前景 和企业的盈利呢 一早已经高过6月24号那个高位的了 或者23号的高位的了 那另外A股呢 就都高过 但是A股你看到呢 就这段上来呢 是很弱下的 稍后我们会分析呢 都是跟大家对中国经济前景那个忧虑呢 我想是有关的 所以看到那个上证呢就是好像蝸牛那样走得慢的 年头到现在呢 都还要跌14个percent 在那慢慢慢慢的那样 收服 动得很慢 恒指呢 就因为最近跟着美股呢 或者是 还有一些本地的股份 你看到这段本地地产股很威 所以呢 那个指数只是跌年头到今天为止呢 就是跌3.8% 那就是跑赢这个A股啦 跑赢欧洲股市啦 而国子呢 就跌得多些 始终受A股的影响就跌了5.9% 那所以今年到现在为止呢 我们看到呢就是 一支独售的就是美股 上升高兼 年头到现在都是有个正回报 那就港股就开始是跌幅 叫做年头到现在收窄 A股呢就还是好像在找着方向 好了美国为什么这么强呢 我们看回呢 就那个经济增长了 第一季呢 1.1%其实呢就是 向下修正了的 所以呢 美国第一季的经济 曾经是有个的 放缓的情况 但是这个已经是history的 你们 我just for the sake of show 就是给你们看 那个经济由GDP开始看 接着看那些 构成那些的component 那第二季其实美国经济 我们看到呢 是开始呢 是在回暖的 现在市场已经预测呢 美国第二季经济增长呢 最少是可以有2%以上 2.2%到2.3%的增长 那所以 由第一季1%增长 去到2.2%以上的增长呢 那个股市就是告诉你 是 就是 大家在预期美国经济是 转强 这个 那转强是看到些什么呢 首先就是说那个就业市场呢 5月曾经挺惊吓 又剩下3.8%的新增职位 后来再向下修正呢 就是1.1%的而已 不过 这个是一个月的波动 6月的数字出来呢 就带出市场的预期有28万7千份 那所以你如果将第二季加上平均呢 都有差不多14、15万份的那个 的职位增长 那都是 就是接近要维持经济增长 有15至17万份的那个数字 那所以呢 第二季的经济增长会是 美国我看呢 就是那个努工市场都还是 稳健 大众消费 因为我们经常说呢 美国的经济三分之二呢 都是由消费呢 去驱重的 那你最紧要那些人呢 美国人有工做 有人工家 这两个人呢 是最紧要的 那么就失业率呢 在6月份就升回上4.9% 不要以为失业率升了 是坏消息 那因为这个失业率上升呢 是那个劳动力参与率 我们要两个一起看的 如果你失业率升 劳动参与率跌呢 That is a bad news 是一个坏消息 但是如果失业率升 而劳动参与率又是升的呢 那就是代表什么呢 代表多了人呢 去找工作 这个劳动参与率 就是衡量在职的求职人口总数 占劳动年龄人口比例的 劳动参与率 那由6月份呢 是由5月份的62.6% 升上62.7% 虽然升了0.1个百分点 但是这个trend呢 就是说美国经劳动市场 好一些人才有信心呢 因为有一段时间真的呢 那些人已经放弃了运工了 拿救济金了 那就不去运工 所以你算出来的失业率 跌到去4.6% 有些很大的程度呢 因素呢 是那个劳动参与率呢 是多了人不找工作 现在呢 经济好了 多人呢 出来找工作 劳动参与率是升了 所以接下来你可以继续 这个劳动参与率是否继续增加 继续升 那还有就是 我刚才说了 最重要就是 有没有工作 还有没有人工加 那我们看到6月份的平均时薪呢 美国是25.61美元 那同比是升了2.6% 就是一年来说呢 它升了2.6% 那一会你会看呢 美国的消费通胀呢 都是1% 那你人工2.6%呢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scenario 就是你人工的收入的增幅 是高过通胀 那不是可以有能力使用多一些 就是不是被通胀蠶食了你的那个消费力 还比和5月份比较呢 就持续是升升了0.2%的 好了 因为劳工市场好 translate到哪里呢 消费了 所以我们很紧要看那个retail sales的零售销售 6月份的零售销售呢 是第二季是曾经跌了下来的 所以你看到第一季 过去几个月呢 有几个波动 但是6月份呢 就是升了0.6% 升了0.6% 是高个市场预期 预期是升了0.2%而已 那所以呢 这个retail sales 我们看整个地方呢 第二季加上呢 都是好的 还有配入那个就业啊 这个时薪那个增加 那所以 consumer spending呢 会推动第二季 美国的增长呢 可以达到2%或者以上的增长 所以有时候我们自己都要问自己 你猜2% 或者猜whatever一个数 是不是有什么条件去达到你那个预测呢 那我们尝试去分析就是说 看retail sales是ok的 那刚才我就说 美国的CPI呢 只是增长1% 这个6月份 那个升幅是很温和的 那所以 你说联储局不需要急于加息 去看着欧洲不行啊 不敢加息 但是如果美国的通胀是恶化的话呢 那联储局就变了多多个考虑 就是说都要可能是因应的通胀惡法 而去 迫住要加 但是现在我们看到美国的情况就是说 通胀都是这么温和 这么低 那你人家就在这里叫救命 你走去加息你一定死的 你害死 你那些还有还有就是 迫到美金更强的话呢 那个美债 就是和美债的债券流出的时候呢 那个implication是很大的 那所以呢 联储局应该经历呢 都是会维持一个夹派的取态 那所以有些人形容 现在这段时间呢 美股呢 怎么可以有力创新高呢 就是暂时呢 如雨虹掌兼得 best of both worlds 第一 经济那个增长是增强 第二季预测会有更高 高于第一季那个增长率 第二 联储局是 减拖慢了那个加息的部分 那有一段时间 美股调整啊 跌啊 就是因为又说怕加息的嘛 那你现在连这个忧虑也叫淡化了的时候呢 所以美股就好像 杜指标果可以这段时间 这两个星期 没有后顾之忧这样 创力史新高 但是制造业是不是好呢 我们也看到了 一些PMI去反映呢 美国如果那个Market的制造PMI呢 是升上51.3的 就是过去那一两个月呢 我们看到呢 制造业是开始回暖的 美国的制造业呢 如果你看ISM的 供应管理协会的制造业 采购经理指数呢 就更加明显了 6月份是升到上53.2 是创了好一段时间的新高的了 那就是说呢 我们可以expect 所以为什么刚才我比较有信心就是说 美国第二季经济增长 是每个第一季呢 是加快 从很多方面 劳动市场 制造业 看到那些蛛丝麻跡 那这样呢 是支持那个美股 有能力是创新高 就不是说虚火上升 或者是硬硬一个泡沫 炒一个泡沫 那呢 服务业就平稳了 美国的服务业呢 都是在50以上 50就是个荣枯分界线 6月出来呢 就是51.4 那都维持平稳的 好了 讲完美国 我们稍后再round up 看看那个指数下 有什么问题 大家可以看 这个给大家的背景了解 我们就像把墨的那样 跟美国欧洲 和中国来看 那欧元区呢 其实 开始呢 6月份 这个是6月份 那个中立PMI 就是53.1 都创了17个月的新低了 那就 开始是反映脱欧之后 因为脱欧是6月23、24 這個PMI採集時間未必說是完全已經反映那個脫歐大制開始反映 所以我們預期這個英歐洲的PMI可能接下來還會再走低 所以歐洲股市到現在來說相對美股的表現 剛才給大家看過圖 EUROSOX的指數跌了10% 都還沒有升高過624、623的高位 這個你從PMI和經濟情況看 你也都知道 也不會盲目說美股升那麼多 歐洲還是便宜 我就去買歐洲 有時候我們投資都是邊量說強者越強 弱者會越弱 跟著看中國 中國第二季的經濟增長就有很多人都說 是不是做出來的這麼漂亮的 第二季增長就是6.7% 所以上半年第一季也是6.7% 所以上半年都是6.7% 就好過市場的預期 原先預期是6.6% 它是6.7% 如果你看三頭巨馬 經濟增長的三頭巨馬 固定資金投資其實是曾經在第一季勾上去加快 但是第二季近期又減慢 增速回落到9% 6月份的增速回落到9% 又回落了 因為主要我想是因為房地產投資是減慢了一些 第一季我們講過就是說中國呢 現在我們分析中國經濟 你要看到出口還是不行 消費就平穩 那你要再推動經濟增長呢 中國只是一度反腐而已 就是固定資金投資 固定資金投資裡面有兩部分 就是基建 政府的公共投資 第二部分呢 就是房地產市場 就是構成了最固定資金投資的兩大部分 那基建呢 其實已經做了很多 但是始終你不可以說 不斷建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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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政府再加上你始終有個地方財政那個的投入呢 那有沒有地方政府有沒有錢去做呢 所以都是一個問題 所以中國政府就發明了一件事 三個英文字母 叫什麼?PPP咯 PPP就是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 就是公私合營 因為其實我覺得公私合營是什麼呢 就是說地方政府根本不夠錢 那你就找人來去科水 找私人的企業投資呢 以前那些不給私人做的 鐵路不給的 現在我給你做的 但是老實說 很多的這些項目呢 回本期很長的 所以有些報道出來講呢 那些PPP呢 參與那些大部分都是國企 都不是民企 民企懂計數 你跟它講PPP 那個回本期這麼長 它聽一下就算了 所以在那個基建那裡那個增速 首相對實際上 什麼都在香港的 他根本已經是質疑了 還是 Rap 它閘綁了 那麼上面的本期就是華益 但是 175年 這是稍微的樣子 就是華益的事情 想到華益 那是美國的市場 資料也帶來的 包括規則就是華益 現在我們看美國的大部分的財產 它很想到華益 為什麼會有一定的財產 這些財產都能勉強 是它們都可以用到華益 中華益 所以房地產投資的增速都是維持比較快的 接下來我看對於房地產市場 中國政府是少許剔手的 因為房地產市場你放得太鬆 好像之前那樣所有限購 除了一線城市的限購都鬆綁了 二線城市就開了0.1% 一線城市也都過熱了 上海 深圳 廣州這些樓價就這樣飆 變了有一段時間又要收緊 但是一收緊 三四線城市那些庫存的問題 就解決不了了 所以現在我覺得中國政府 很多東西它都可以計劃經濟 那些什麼去產能那些 出過指示那些地方政府就要跟著 要減多少產能多少 唯一中國政府最無能為力的呢 就是房地產市場 你不知道你同意嗎 如果你的房地產市場 中國政府是這麼有把握可以 就不用由朱鎔基時代宏觀調控 到三四年就一次收 又要調控宏觀調控 跟著又要放鬆 放得太鬆呢 就過熱 跟著又要收回 你想想從90年代到現在 中國的房地產市場 是經歷了幾多次宏觀調控 幾次放鬆 放鬆完又調控 調控完又放鬆 因為呢 我覺得呢 就是房地產市場 不是阿爺話事 是資金話事 那你已經帶到呢 是一個完全是由市場的資金去決定 你說叫人買樓啊 人家如果預了升的時候 你按著它它也要買 你說叫它要跌的時候 你要叫它去支持一下去買呢 它不會去買 所以樓市呢 那個有了自己的周期 而中國那個政策 房地產政策又 因為那個地域性呢 現在那個特殊性 就是一線城市供應很少 所以一炒起來呢 那個樓價就過熱 三四線城市那些什麼鬼城呢 供應就很多 還有之前那些 overinvestment 過度投資的時代呢 帶來的後遺症呢 就是現在的庫存很高 所以中國政府用一個什麼政策 能夠去平滑這樣去調整這個樓市呢 我相信呢 是不容易的 就是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常態 就是說呢 中國的樓市呢 你炒下去樓會你知道 永遠不會說一帆風順那樣呢 好像以前 就是十年前呢 一帆風順那樣的股價升的 股價升的 股價升幾個月呢 就 又轉了 又轉了 然後又一段時間又強了 這個就是那個常態 就是那個行業本身的市場本身 就是說又偏緊 偏緊又要放鬆 鬆完又緊 緊完又鬆 那你內房股就是反映那個市場和政策 那這件事情我們要明白咯 但是現在你問我呢 這段時間呢 我覺得應該是有偏鬆的 因為那個經濟放慢了 如果你 我們都分析過 中國經濟靠三頭巨馬呢 出口是你靠不住的 你就是 外圍受外圍因素影響 消費已經很厲害的了 那你再要推動經濟增長 唯一就是靠固定資金投資 固定資金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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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裡面呢 房地產佔了差不多六成 那所以呢 如果你太緊的政策呢 你一定那個經濟增長就會 砰一聲又跌回又減慢 那所以尤其是李一強都要說到 今年經濟穩定的 那個增長範圍就是6.5到6.7% 那應該是可以有6.6到6.7% 那所以我覺得呢 他一定不敢太辣招太嚴厲的去控制那個樓市 那所以內房股這段時間應該呢 是可以有一些鬆的口氣 那如果我們看看呢 有些數字就是樓市就是降溫 那這個是好的 因為太過熱呢 那個調控就會加大了 但是銷售呢 它是在增加的 只不過是增速放回 我們看看上半年商品房的銷售面積呢 同比是增了上百分之二十七點九 是好了的 你知道嗎 但是呢 就比第一季呢 那個增速這個打錯字 增速 比第一季 33.1%呢 是回落了5.2% 那百分點 就是說呢 那個銷售呢 其實都還是雙位數增長 如果同比的話 不過沒有第一季那麼瘋 那所以這個其實是好的 就是降一降溫 第二就是銷售額呢 上半年增長了百分之四十二點一 那就比第一季呢 就是回落了十二個百分點 哇第一季的銷售額增長了十二個百分點 超過五成 那你這麼急呢 升得這麼急呢 應該是回調的 那我們最看 在接下來那個那個 那個新開工面積呢 都是一個正增長 那就增長百分之十四點九 比第一季呢 就是減慢了四點三個百分點 但是呢 都是雙位數的增長 那另外就是看到呢 那個庫存問題呢 是有改善了 截到六月底呢 全國商品房的代售面積呢 就是七億一千四百萬平方米 那你想一下七億幾 那個的庫存呢 是有排才可以消化的 但是呢 就比三月底 比第二一季尾呢 是減少了二千一百萬平方米 主要就是住宅房的庫存呢 是減少的 所以這個trend呢 是一個正面的趨勢 就是那個庫存是一路降下來 那因為庫存降了呢 那些房地產發展商呢 買地呢 就 踴躍了 所以這個意欲呢 是增強的 今年上半年 房地產企業土地的構築面積呢 是買了九千五百零二萬的平方米 差不多是十億平方尺 你想一下多厲害 這裏接近一億平方米 一成十呢 接近十億平方尺的 土地儲備 那麼就 那個構築面積同比都是跌了百分之三 但是就比第一季呢 是收窄了百點七個百分點 因為有一段時間你想一下 他買這麼多都還跌百分之三呢 就是說以前買地呢 是買得太狼 買得太勇 那所以就 有一段時間呢 不買了 加上那個信貸的收緊呢 想買都沒有錢 也不敢買 但是這段時間 因為見到它銷售好了 很多發展商呢 都加快買地 而也都出現一個情況呢 就是說 有很多新的地王出現呢 但是都看到中國政府用了一招呢 叫做熔斷嘛 股市就沒有再用了 用了一下呢 怕了啦 什麼熔斷啊 就是不敢再做了 但是樓市呢 就要熔斷 就是說它有一個千花板價 如果你那個地價去到那個價呢 它反而收回 就是這個東西是挺特別的 以前我們樓柏呢 就是說沒有人出價 出得太低 就不買嘛 拿回嘛 但是現在中國的樓柏呢 是太高價 高得太 它不敢賣 不肯賣 因為這個 這個是不正常的 是不是 高得太會不買呢 越買越好 越高越好嘛 那這個就是反映中央都不想呢 是個地價去drive 就是那個樓價呢 進一步推高 所以它要定一個熔斷的機制 一個天花板價 那這個應該有一定的作用的 就是還有對內房股是一個好處 就是我不用不斷搶高地價呢 那這個margin呢 就不會說擔心那個風險 你買了一幅很貴的地 將來兩三年後出了之後呢 那個樓價跌呢 你會輸錢 那這個風險相對呢 是在控制著 那第二點我們講到出口的方面 上半年出口都還是跌的 跌2.1% 不過比第一季呢 收窄了3.6個百分點 所以呢 出口啊中國來說呢 都是一樣 那你再看下半年呢 歐盟 就是這個脫歐之後呢 出口的方面呢 都一樣是指望不樂觀 那所以 剛才我來講就是說 接下來中國經濟要繼續增長呢 都是靠固定資產去拉動 就不是看出口了 進口就跌4.7% 都比第一季呢 是收窄了3.7個百分點 都有個改善 因為在5月的時候呢 扯了上去 6月跌下來 但是上半年呢 整體來說呢 就跌4.7% 比第一季是 就是那個跌幅收窄了 好了 第三頭的居碼就是消費了 那我們看到上半年社會消費品 零售總額同比是增長 百分之10.3% 那這個是每個月的 那六月是10.6% 所以呢 第一季和第二季那個零售銷售呢 都是持平的 就是都是增長百分之10.3% 那算不錯的 你想想一下 美國那個零售銷售 一個月按月來講都是0.6% 一年都是說1-2% 但是中國的消費就是說10%以上的增長 那製造業那方面呢 也都看了一些的回穩的趨勢 就是那個工業生產 是穩中略升 六月份的規模以上的工業增加值呢 按年是升了6.2% 那如果上半年呢 都是有6%以上的增長的 這個就是計他的那個工業生產 那另外呢 就是消費那方面 有一段時間 因為豬肉價格是這麼升的 所以中國的通脹呢 有一段時間就是很升得很快的 由一以下呢 以前的通脹率呢 曾經跌過下去呢 就是1%以下 那之後一直升到2.3% 但是2.3%開始呢 就flash了 就升不上了 那最新6月份呢 就跌回到所謂的一時代 1.9% 但是上半年來講呢 因為 早幾個月還是2.3% 所以上半年還是2.1% 那中國今年的通脹目標就是3% 所以呢 從通脹的角度呢 看呢 中國呢 那個通脹呢 並沒有一個上升的威脅在那裡 反而看到呢 因為豬肉價格開始 或者紫色煤鐵呢 那個通脹呢 是會下降 那全年應該呢 是會在2%左右 甚至是有機會低於2% 那對於 如果經濟再減慢 中國政府應該是有條件有空間呢 去再寬鬆的 那所以我們都猜呢 今年中國經濟 中國人行呢 最少有一次減息 還有兩次降準 因為我們看到那些經濟 數據就不是說太強 那通脹就幫到了 那另外呢 就是工業生產者 出廠價格呢 是 不繼續是跌了 不過呢 就 跌幅比第一季 就收窄了0.9% 上半年跌了3.9% 都連續48-49個月 就這樣負增長了 不過呢 看到的趨勢就說呢 那個跌幅呢 是那個收窄的 但是這個問題呢 就不是一個中國自己的問題 因為工業出廠者價格呢 就受另外一個價格的影響 就是扣進者價格 工業扣進價格 扣進價格 扣進價格就是 你買回來的原料 然後 做完 出廠價格就是 你做了出來的製成品的價格 那因為過了一段時間呢 那些大宗商品 油價跌 銅價跌 鋼價跌 鋼價跌 什麼都跌 所以呢 我們扣進價格跌 出來那個 出廠者價格就跌了 但是利潤未必是會差的 因為你便宜買 便宜買而已 你便宜買了 那我看這個 如果我們看這個 那些資能指標 中國有兩個PMI 指數我們會看 一個就是官方的 官方的那個製造業PMI 就集結 還在50個水平 都是弱的 如果隨時會跌低個50 就是50是個榮孵分界線 50以上就是繼續處於國章的區間 如果跌穿50就是萎縮區間 所以呢 官方那個有機會有可能跌穿50 所以中國政府我們估計下半年呢 那個政策呢 一定是偏量會寬鬆的 有機會它會再減息和降準 來去維持那個經濟增長 而這個財新那個製造業 就是兩者統計的調查的人不同 這個民間那個PMI呢 就連續16個月是低於50的 一直站不到上50 所以呢 在製造業來說呢 都是偏弱 但是你也知道股市呢 很多時候如果你偏弱 經濟弱 有一個放水的預期呢 那股市反而可能呢 是就位的 就是這麼有趣的 就是經濟越墮落 就股市越快落 因為憧憬有放鬆的嘛 好了 那就總結呢 其實今年上半年 中國經濟 是不是真的弱到這麼差 又沒有一些的良點呢 我們看到呢 都有一些經濟良點就繼續改善了 首先第一點就是工業 工業結構呢 是繼續優化的 那上半年高技術產業 和裝備製造業的增加值呢 同比是高技術產業就升了10.2% 裝備製造業就升了8.1% 那剛才我們說 上半年的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呢 就增長了6% 那所以你看到 如果跟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來比較呢 高技術產業呢 高出了4.2% 裝備製造業高出了2.1% 而這兩樣東西呢 佔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那個比重呢 那個應該是比重不是比值啊 就是高技術產業就是12.1% 裝備製造業就是32.6% 那就比去年同期呢 分別提高了0.7%和1.2%的 那為什麼我們要highlight這個東西呢 因為中國經常說工業大國 但是以前製造業呢 都是做一些很low rent 很耐料加工啊 那些這樣的低或者勞工密集的東西 那如果中國要move up那個 就是在那個產業鏈那裡 向上提升的話呢 那它要做一些高增值的東西 就是買得貴的東西 利用高的東西 那這兩樣東西就是一些 譬如說反映就是高技術產業 和裝備製造業 兩樣加起來已經佔了那個 規模以上的工業增加值呢 44% 那如果這個一路增加的時候呢 那你見到那個 因為你規模工業增加值 都是計算最後那個金額 你賣10件東西 以前啊 我現在賣了5件東西 但是每件東西如果價錢 是以前的一倍或者一倍有多呢 那這個value來說 金額來說呢 你不會跌的 你還不升的 因為你賣的東西不是那些低專的東西 那這個呢 那這個呢 就是工業企業的盈利情況呢 是見到持續改善的 那最新統計 沒有6月份的數呢 1至5月份 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的實現利潤總額呢 是23000億 同比增長6.4% 去年同期呢 是下降0.8% 就是看到呢 他們那個利潤的情況呢 是改善了的 所以你看到今年 就算最差的國務儀管呢 都升到呢 就是因為那個利潤的 盈利情況呢 是有個改善 另外銷售那方面呢 剛才說了銷售額 就10.3%的增長 那另外 增長得快的 增長的動力就是 e-commerce 電商 網上零售額呢 上半年是22,300億 同比是增長28.2% 那麼就遠高於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 10.3%的增速 其中呢 實物商品網上零售額 計1萬8千億 那麼增長呢 26.6% 佔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呢 是去到11.6% 那麼這個目標呢 中國都有一個目標 就是希望呢 去到好像是2020年的時候呢 網上零售佔那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呢 是去到三成的 大約三成 那麼現在是11% 那麼接下來它還會增長得快 因為很多人上網買東西 你知道啊 淘寶啊 天貓啊 那些 那麼 另外呢 就是貿易結構呢 是繼續優化 雖然呢 剛才我們看到進出口呢 還是跌的 那麼但是呢 一般貿易的進出口佔 進出口總額比重呢 是升到去56.4% 比去年同期呢 是提升了1.2%的 所以我們現在分析中國經濟呢 就不單止只是看那些大數的 headline figure 你要看它裡面一些反映的結構 改善那些的比重呢 是不是有一個繼續的提升 那麼這個是一個出路來的 中國如果你的經濟增長 要說什麼中國製造啊 智能的智呢 不是中國製造做一些cheap的東西呢 一個出路就是要你看那些比重是要提升 那麼另外呢 就消費那方面也都息息相關的 就是居民收入了 居民收入今年上半年呢 全國居民人均可支費收入呢 就是11886元 所以中國經濟其實你說這麼強呢 但是人均收入呢 一年的數呢 都是11000多元而已 那就增長8.7% 好吧 因為它高過經濟增速 經濟增長6.7% 那麼你人均可支費收入呢 是增長8.7% 高出兩個百分點 其中呢 城鎮居民這個假作字 居民的人均可支費收入就是16957元 增長8% 農村居民人均可支費收入呢 就是6050元 增長8.9% 那麼這裡也看到一個trend就是 中國農民那個收入呢 增速是快過的 城市的城鎮的居民 但是呢 兩者的差距呢 是很大 還是欠了一萬元 人家是16900元 他只有6000多元 那麼所以呢 那個反映兩者的差距呢 我們都看這個數呢 就是 城鄉居民人均收入的倍差呢 就是2.8倍 就是說城鎮人的收入是 鄉村 農村的人的收入的2.8倍 那麼這個數比去年同期上半年呢 是縮小了0.03倍 那麼我們都相信這個數呢 中國人說呢 一直是會收窄的 就是縮窄的 問題是它快還是慢咯 那它現在搞什麼土地改革呢 其實都是一個方法 就是說 通過土地改革 讓農民呢 將那個土地的使用權變淺 就是你想一下 好像等於我們香港的丁屋而已 為什麼這麼多的丁民是 我們聽說 不用做事 太功流落的都可以坐在那裡呢 是因為那個土地帶給他們財富 那麼你現在中國就是說 農民其實呢 可以通過那個土地改革 先從那個土地的盆末呢 改變的用途 不是用來種東西了 拿給別人去蓋房子啊 做工業呢 那農民拿了一塊錢 拿了一塊錢呢 跟著它可能就搬到城市住 跟著呢 就轉型 這樣來去整個城鎮化過程呢 這個就很長 當然我們是提一提 那再看繼續那個經濟結構的優範呢 就是說上半年第三產業的增加值呢 佔國外生產總值的比重是54.1% 比去年同期提高了1.8個百分點 也都比第二產業是高出成14.7個百分點的 我以前也解釋過了 我們看一個經濟呢 它是三個產業 第一產業 第二產業 第三產業 第一產業呢 第一產業呢就是什麼呢 Agriculture 農業 採礦業 Fishing 那些 就是原料的 以開採原料為主的 第二產業呢就是製造業 那第三產業呢就是服務業 那一個成熟的 你比如美國這樣 那個經濟呢 它一定是第三產業的 那個貢獻那個 那個比例呢是最高的 農業那些呢是最低的 那中國以前以龍立覺得第一產業很重要 慢慢它轉移到第二產業 中國就是做工業了 工業大國 但是現在開始呢 是向著高增值的 和服務業那裡發展 但是這個不是 就是我們有什麼數據 反映它這個trend呢 就看不同第一第二第三產業 它所佔的比重 是不是一直提升 那中國現在呢 是提升到54.1% 那另外呢最終消費支出 對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的貢獻率呢 是達到73.4% 比去年同期呢 是提高了13.2% 那這個是增長率的貢獻 剛才說過呢 在GDP裏面那個的比重 明白嗎 是兩個不同的 那這個意思說 在今年上半年 中國經濟增長了6.7% 6.7裏面那個增幅 那中國經濟增長了7% 是來自這個消費支出的 靠那10點多 就是20幾萬億那個的消費呢 來去達到那個GDP 各國民生產總值的增幅 那所以越來increasing 我們都會看呢 對中國人呢 消費都開始會越來越來越重要 那固定資產投資當然重要 但是也要慢慢減少對固定資產投資的依賴 那就增加消費那些的成份 那個比重 好了 最後一點呢 就是見到這個 就是今年才提出來的 三去一降一補 的成效 所以什麼叫三去一降一補呢 這裡有個解釋了 就是去產能 去庫存 去槓桿 降成本 補短板 補短板 其實比較壞 我不知道什麼叫普通板 就是不足的地方你就補短板 這樣就知道了 但是這幾點呢 是有具體的數字 可以看到出來呢 就是說有成效 那第一呢就是去產能 那上半年呢 那個原煤啊 鋼鐵啊的產量呢 原煤跌得多 所以你為什麼看到很快 很早啊 那些什麼煤燈對的那些煤股呢 已經是一改皮態就強了 就因為產量減少了 那個價格又能升 扭轉了之前呢 那個供過於求 煤價不斷跌跌不休的形勢 那上半年呢 原煤的產量減少了接近一成的 粗降產量就減少 減得比較少 就1.1% 那這個是去產能 那另外去庫存呢 我們看到五月底的時候 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的產成品存貨呢 是降了百分之1.1% 就是產成品存貨 我們分析那個公司的balance sheet的時候呢 我們知道呢 看庫存呢 要看兩樣 究竟是產成品庫存呢 還是原材料庫存 因為庫存呢 它是包含兩樣的 原材料庫存增加呢 可以未必是壞事 可以是好事 因為它覺得 接下來的產品需求多 所以它要買多些原材料去應付生產 那這個就是 可以解讀是好事 如果是原材料的庫存增加 但是 產成品庫存增加呢 就 十幾期八九都是壞事的 是不是 你賣不去嘛 那些東西 除非你說拍照 因為這個也是這樣 就是 有時候公司那個年貨去到年尾的時候 剛剛它說 我現在那些 就來新 農曆新年 要備多些貨在那裏 春節要買多些 它解釋的嘛 所以產成品庫存是高了 那就是這樣解釋啦 但是我想說就是呢 產成品庫存一般來說呢 高不是一件好事 代表它的貨品滯銷 那所以見到五月底的時候呢 那些工業企業的產成品 存貨呢 是跌的 但是跌的都比較慢 跌1.1%不是很大些 跟著去槓桿呢 也都反映到就是 那個企業工業企業的負債率 資產負債率呢 五月底的時候呢 規模以上的工業企業資產負債率呢 就是56.8% 那這就是國家總計局公佈出來 整個就是全國的工業的一個平均數來的 那都幾高的 五成七那個負債率 那但是呢 比去年同期來說呢 就跌了0.5% 所以如果中國負債 那些企業工業企業的負債率這麼高 內房都是負債率高呢 你想想如果減下息那個 那個敏感度是多高 就是減 減息對於那個利潤那個的提升 那這一點要留意 那另外就是降成本呢 也都看到今年一至五月呢 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的 每100元主營業務的收入之中 那整個成本呢 比去年同期呢 是減少了兩毛二指 差不多最新是85個幾 就是那個毛利率大概是15% 就是這些數字就是說 做100元生意你要給成本出來呢 大概是85元左右 那就比去年上半年呢 減少了兩毛二指 你的成本降低 你的利潤就可以有一個提升 那這個就是上半年我們總結 雖然那個經濟是慢 也都跟美國不同 那美國我們看到呢 就是經濟呢 我們預計它呢 是會繼續增強的 中國呢如果就這樣看呢 你問我呢 我是預計不到它會增強 衝擊量呢都是L型 是持平這樣 那但是 我們接下來要怎樣去刺激呢 就要靠這個政策了 靠這個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 所以都很大機會呢 接下來會減少和降準的 好了 那就講了這麼多 我想大家有個概念 就是知道 暫時最好都是美股啦 就是好像經濟最好都是美國啦 中國經濟就要看中央怎樣落藥啦 對不對 歐洲經濟呢 就不會好得去哪裡啦 不再大衰呢 已經是叫做萬行啦 那這個就是那個總結 那那個股值方面呢 你看看我先看A股的股值呢 其實現在呢 都還有一個修復空間的 就是這個是 大家來過講了知道這個圖是什麼 就是用過去十年那個平均PE 去反映畫了五條線 紫色這條呢就是那個合理值的fair value 那個平均數得出來 那如果A股現在的合理值呢 就大概是19.5倍呢 就是3550點的 那而這個 這個就是負一的標準差 就是說低過紫色線 這個藍色線呢就是偏便的 那就是大概10.5倍 就是1890幾點 那你見過呢 試過跌到下去這個 偏便的區間的 就是當時在1314年 經濟最差的時候 還有就是外圍環境不好的時候 那跟著那個大行程牛市呢 就將它買回去 合理值以上 但是呢 因為升得太快 去年呢 一跌跌回來呢 一直都是在合理值以下呢 走 還有你看到去年的反彈呢 一去到接近合理值了呢 就上不了了 那所以 有時候我們看兩樣東西 我經常說 你們的心中有指數 有時候呢 心中是要沒有指數 因為指數不會告訴你那個PE 那PE呢就告訴你 因為你十年前的 港股呢 說十年前的一萬點 跟現在一萬點 現在一萬點你覺得很便宜 是不是呢 如果你十年前 不要說一萬點 一萬八千點呢 當時零七年的時候 去到一萬八點 就跌下去跌回 穿一萬點的 那你現在有沒有人 還會說一萬八點就很高 不會啊 因為你那個企業融 一直增加呢 你看指數是看不出那個PE水平的 但是PE呢 就是一個 用一個 consistent的 Earnings呢 跟那個股值去比較 那你看到用一個倍數 所以啦 如果去到六色以上呢 代表是偏貴的 紅色呢 就是代表 是這個fair value的正義的標準差 就是兩個 兩級的標準差呢 是危險的 所以你看到A股呢 過往 試過兩次 一次 零七年的時候 去到六千幾點的時候呢 還射到那個紅色的時候呢 跟著就要大跌了 第二次呢 就是0910呢 五萬億四萬億那個刺激的嘛 搞到那個A股彈上去 但是結果一碰到紅線呢 就一路 就大塌了 所以呢 看指數未必看到一個這樣的圖畫出來 看我這個圖呢 我經常看 那條紅線呢 跟那條藍線呢 這兩條線呢 那個indication呢 是很強的 就是你知道 好了 那如果你這樣說 現在你應該是買還是賣啊 應該是怕還是放心啊 還是放心啊 都是放心啦 因為是便宜的 只不過他要多久才能上這個 有沒有能力上呢 你不知道 這個圖畫不到給你聽 就是他接下來 是不是一定會上這裏 還是下這裏 但是這個圖畫給你聽呢 我現在那樣東西 那個指數是處於一個 貴、便宜、偏貴、危險 就是安全的水平啊 那所以現在是安全的 安全未必一定會賺錢的 但是起碼你不是代表你輸錢的 那你買收息的東西就不同了 如果你買收息的東西你知道呢 我正在收腰 不會大塌 我不是買貴東西 就是你買樓很多人是的 計算了一個租值 但是只要你知道那個樓價不會大調整 那我收租怎麼都 收股息來說是安全啊 如果你去了一個這麼高的時候買 就算給你三厘四厘 一塌上來跌 跌二、三十個巴仙 沒有了十年的Yield了 那你現在給你三、四厘 你會不會跌十幾、二十個巴仙呢 我相信我的機會是很低的 因為已經是一個fair value以下的水平 那恆子呢 其實也是由一一年到現在呢 都是還沒上過合理值的 09、08次呢 也是兩次高過紅線呢 都跟著引發大紅市的 是不是 這次就是07那個 這個次案風暴 然後09之後就是那個大刺激之後的 無以為計 然後再倒 所以你每次去到紅線呢 你要害怕 我這樣講完給你聽呢 你以後會害怕的了 為什麼呢 那港股現在還是便宜了 如果計算那個合這個行指 計算合理值呢就是25,400的 就是比我們看23,000 23,500呢 還要高 但是因為他上不了這些位 其實這些位呢 如果回到大概 25,400就是12.6倍PE 如果大概11.5倍呢 我想呢 就差不多23,000到23,500那些水平 那剛才我看說 A股如果回到合理值 就是3,546點 就和我今年的目標呢 都是維持上正呢 3,600是很近的 國子呢 還一直在 真是陰空啊 紫藍色這個下面 就是-1的標準差 那現在就是9,100點 這個水平 那如果能夠去到這裏呢 哇白了 那麽多年都沒試過去過呢 你都不會預期 有什麽 你會問自己 有什麽出現會令他來到這裏呢 是不是呢 那麽多年出現不到 那麽你來到這些位 10倍鬆一點的PE呢 其實呢 如果10倍鬆一點PE 大概就是 1萬到1萬一之間 這些位 那麽所以我暫時都是維持呢 那個指數目標來講呢 上正就 這個沒有改過 那麽從年頭到現在啊 就是3600點 恒指就是23500 國子就是10305 那麽唯一變的就是這裏 因爲指數日日不同的嘛 那麽預期的上升空間呢 其實恒指是一路呢 是跑上來的 那麽所以他 那個空間就不太多了 7.8% 國子呢 反而還有13.8% 上正呢 就有18.3% 但是如果你看這個圖呢 我看回上正的圖呢 他好像是等著一個就是 恒指我們看到呢 一個敏感三角形 升穿下角位 升穿了250D線呢 跟著呢 就應該一個升幅會加快 應該下半年 還有今天這個 你來得都對的 今天是一個很重要的日子 爲什麽呢 我對我來說 我看圖的是一個重要的日子 除了我要和大家講話 因爲今天是升穿了1月4號那個高位 21795 今年到現在呢 你會發覺呢 看圖呢 全年最高呢 是1月4號的 就是21795 跟著那個市場就 到2月最低呢 就是18279 就是今年的低位 所以呢 今年如果沒有今天之前呢 那走勢呢 這個穩率呢 就是先見高點 後見低點 你最高就是21795 最低就是18279 那跟著呢 其實來來上上下下呢 都是在這個range裏面呢 上下的 明白嗎 但是今天這個升呢 就是突破了這個range 突破了1月的高位 那就開始將今年的穩率呢 是由先高後低呢 變為先低後高 那先低後高呢 通常都意味呢 接下來還會有更高的指數呢 是出現還未見頂的啊 那所以我們看 如果你說23500呢 大概 這裡就是23000 這裡嘛 23500差不多這裡嘛 所以你如果升穿這個位 去到這裡呢 那我計量度升高都差不多 這個高低位量度升高 這個4月份呢 就是216 21654嘛 5月的低位呢 就是196 6月的低位就是 6月的低位就是 公投之後 就插過去 19600多的 那216和196中間 形成一個 一個區間呢 就是2000點 所以如果升破 216呢 加上2000點上去的量度升高呢 又是差不多23600 23500 你看看 23600 所以我看這個目標 而估值來說呢 不是不合理 剛才我給你看那個估值 如果你說已經在紅線上呢 那你說還看23600 我勸你不要聽我說 就是自己要執生了 那就上證呢 就現在是一個 兩點的突破 第一條200天線 差一點點 還未上 我想這個應該大概 3120 那麽上 還有 之前這個高位呢 就是3120 如果一破了這個位呢 一個小元底呢 你相信我講呢 就是可能會 我不知道 接著有什麽因素呢 我發覺另外一件事呢 你又聽我做分析就是 圖表技術分析 很神奇的一件事呢 就是它會告訴你 預測怎麽行 那你follow 我都知道 就是不是空口講話 我都知道 我都是看技術分析 有話直說 就是它看技術分析結果出來看好 我就跟大家說看好 看淡不淡 但是很多時候我覺得神奇的就是 技術分析 告訴你那個結果呢 就是那個預測呢 它到時候呢 基本上有些東西呢 會出來 是觸使它 那樣東西是沒有辦法 predict到的 你說predict到那個人先 就是說 誰會知道一些實質的事件出現呢 是沒有人知道的 但是呢 我的 積累的經驗呢 就是說 技術分析給了一個預測出來呢 之後它會有些因素就會自然出現呢 不知道是什麽 如果你是上證 我就說呢 我現在預測看這個圖 你問一下 它一突破 如果突破3130那些位呢 它可以升得很快的 但是什麽一個催化劑 令它升得很快呢 這個我不知道 但是要事後呢 可能到時下一次 我們11月再見大家的時候呢 可能就會知道了 真相反了 那這個就 象徵是等一個 開始 勾上來 就好像港股早前 就是想破那條下降位 又未破到 250天時又未破到 那個扭計 我形容是 就是破位前的扭計 但是最終呢 它都是要看這個trend 應該是向上破的 你看到那個低點都向上移 高點應該是 這樣形成一個上升通道 應該是向上突破的 不過問題不知道它什麽時候 好 最後呢 我們看看 美股的估值 為什麽我剛才 你看見 如果用那個圖呢 你是要開始害怕呢 是不是很害怕 那 美股也試過兩次 一次是07次案前呢 那個導致呢 升到紅色以上 20倍以上呢 跟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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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美國聯儲局 又兩百寬鬆 再第二次 高過紅線 跟著 又大跌 那個PE 比前一次還低 那所以 現在呢 你看看 是啊 碰緊龍線 但是它有機會 是overshoot的 所以呢 美股這一股呢 我覺得下半年呢 你就是 我不是叫大家買美股了 現在 你開始來到 綠色以上呢 其實是危險的 但是呢 每 過了綠色那一刻 你有沒有發覺 這個就看不到的圖呢 過了綠色那一刻呢 是升得很快 是升到 沒有情講的 因為 irrational 就是去到 為什麼它可以由綠色去到紅色呢 就是因為個個都 錢涌進去 這個也是牛市最後的階段 那個的表證來的 我也都相信 美股應該是在走 最後一刻 牛市那個 因為這個牛市 走了多少年呢 很長的了 所以 這一次如果它 但是我覺得它不會這麼快 紅色是多少呢 紅色就是一萬九千二 那你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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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人開始說看兩萬點 那現在都一萬八千 八千五 那兩萬點 那是什麼其他呢 一千幾點而已 那肯定呢 去到一萬九千二以上呢 就已經是進入一個 那時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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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股你要真的 如果有任何 跟美股相關的 exposure 你要開始減的了 現在這段很吸引人的 它會很快的 因為 綠去紅那一下呢 但是 是會 走得很快的 那 至於你說 港股到時候 如果美股倒下的時候 會不會 受拖累呢 其實一定會的 但問題就是 就是看美股什麼時候倒下 但是 before它倒下之前 那個party呢 最後那段反而是 最吸引人的 那如果這樣說呢 就是那個假設就是 美股接下來半年 它會 不斷創新高 去 衝上這個 昂貴的 股值階段呢 那你港股都會被它扯上去 那所以我們先 我們會先 happier 就是說 由二萬一 到二萬三 可能就是 靠美股 這陣 國牛市的持續 到一個 甚至是 很瘋狂的 很高的股值 A股加起來 如果能夠突破 三一幾 嘩 如果兩個引擎都開動 那我看不到什麼理由 港股不會跟 而上去 兩萬三千五 但是那個時候 真的要 步步為盈的了 如果 去到 一萬九千二十以上的水平 那標普呢 你看到 是很明顯的 之前幾次去到綠色呢 那個股值來說呢 都升不到就跌下來 但是 終於這次升到呢 那應該來說 上一次又是 一升完綠色那一下 你看 飄了幾快 那一下 但是跌下來同樣地快 所以 紅色這條線 真是 不要小看它 因為 不是什麼神奇 而是 股市任何的定律 就是說 那個股值呢 你去到一個 unsustainable的股值呢 它一定有 每個股市都有自己那個 unsustainable 不能維持的股值水平 高過的水平呢 只有一個結果 就是 要下一個 很合理的股值呢 才吸引到別人去買 還有呢 還有就是說 這個股值 這個圖的 swing 就是說 它一跌下來呢 它不會停在 合理值的 就是為什麼牛市 會進入一個熊市 那個幅度這麼大 你想想 當年 港股由 31800 一跌到 是不是10800幾點 應該是 31800跌到10800幾點 跌了 為什麼會這麼高的 因為這個已經是跟那個 那個 投資者那個 就是一隻槓桿 當你是去到20多 這麼高PE的時候 個個都全民皆股 借了很多錢 那你的殺傷力是很重的 再加上你 跌下去的時候 個個由樂觀變成悲觀呢 我經常說 熊市那個的一個解釋呢 就是說 一元的東西 你六毛錢都不想買 你都想沽出去 因為你怕它 接下來會跌到五毛 五毛買了的人 又再沽 就因為怕它跌到四毛 但是牛市裡面呢 就說 值一元的東西 有人願意給過二 過三去買 因為它相信 接著有人 用過半過六呢 幫它買 那你知道任何有個價格 去到過六 跟著好像玩音樂 盒遊戲 那個音樂去到你手 停了 沒有人再用過六 高過過六去買的時候呢 它就倒了 那 牛熊或者這個圖給你看 就是每次由紅線跌下來呢 不會在合理值就停了 是要跌到藍線 甚至到橙黃線呢 詹志亭呢 那一下呢 那個殺傷力呢 是很厲害的 所以為什麼說一個紅線 可以由高位 跌五成 甚至七成呢 就是這個意思 就是那個估值的 由二十幾倍跌到十 由那時候你想想 二十五、二十六、七倍跌到 只有十三倍左右 是沒有了一半 沒有了一半 二十六、二十七、十三倍很簡單 你當我二十六、二十七元 只有十三元 沒有了一半 所以這一點就 小心 但是 兩樣東西 就是我覺得 下半年呢 那個趨勢呢 是要向著一個 就是 是向上的 但是向上的時候 大家要 懂得 有了這個圖呢 如果標普呢 這個紅線呢 就大概是二千二百七十點 現在就是 二千一百六十幾點 所以還有一百點 如果高於二十七呢 那些位呢 你自己 就算未來十一月呢 你都應該 不單止美股 或者港股那時候 就開始 要緊實了 現在我覺得 就是 向上尋頂的階段 來的 那就會 不斷升不斷升不斷升 好了 那今天 大致上那個 就是 我們 有些時間 我們 同事會跟我們講講 過去 三個月 我們的資產管理的組合 有些什麼的 變動啊 有些什麼的 股票的更換啊 那 跟大家講講 那跟著 有些什麼的Q&A呢 有些什麼問題 想問呢 我同事講完之後 我會回來 再解答大家的問題 多謝大家 大家好啊 我是Anna 我是負責股票那邊的 那就跟大家簡單介紹 我們 股票投資組合的表現 那這個是風險聲明 那首先就是 進取投資組合 上個月就跑贏了基準 0.07個百分點 跑贏基準的主要原因 就是因為我們 我們拿得比較多的 中國營氣3.840 上個月就升得比較多了 那過去三個月就 跑贏了基準 2.8個百分點的 主要原因就是 因為我們拿得 都是比較多的 3.278副環球 這幾個月表現就一般 那成立至今就跑贏了 基準13.8的百分點的 那在主要持倉方面 因為這裡 由於公司內部那些合規的要求 我們就只可以展示到 5月31日的資料 不過我就可以講一下 我們6月都做了些什麼 那在持有的最多的 5隻股票 5月和6月應該都差不多 都是騰訊中的營氣 百負環球 政府債券 一直連續到期 轉了19年到期那隻 和光大國際 那在6月份 我們其實就 除了這裏展示的 SWITCHERN之外 我們還做了一隻 沽了我們持有的華寶 就是336 而買了做 月海投資270的 那在平衡增長 組合方面 上個月就 跑輸了基準 0.55個百分點 那主要原因就是 因為我們 那就是 拿的比較多的匯豐 就 跌得比較多 就抵消了中國營氣 升得比較多的因素 還有還有一隻 拿得不太多的和美醫療 1509就跌得比較厲害了 那過去三個月都 跑輸了基準 1.33個百分點 主要都是 因為327 百負環球 跌得比較厲害 那成立至今 就跑輸了基準 9.15個百分點 那在主要持倉方面 這裏都只是 可以顯示到 5月31號的數據 不過大家看到 那隻1038長江基建 我們在 6月脫歐之前 都考慮到 它 就是受到脫歐 可能影響風險 比較大 我們就 已經沽了它的 是的 那除了 沽了長江基建 1038之外 我們就 還沽了 華保國際336 和維他奶345的 都是主要因為 考慮到股值的原因 和未來發展的原因 那在買入方面 我們就買了 月海投資270 青島港6198 威盛集團3393 吉利汽車175 那就是 因爲公司原因 我們就不能寫在這裏 不過我們 組合的透明度都很高的 大家有興趣都可以約上來 簡單介紹給大家聽的 那在我們的 穩健收入組合方面 我們上個月就 跑人了基準 1.05個百分點 主要就是因爲 我們拿得比較多的大廢戶 上個月升了不少 那穩健組合 收入 過去3個月 年初至今 過去12個月 和成立至今都跑人了基準的 14.59個百分點 那在這個持倉方面 這裏都是大家看到 長江基建集團 我們都在脫歐之前 沽了的了 所以就 如果看回六月的數據 它就不會展示在這裏 而青島港就會佔了它的位 那還有 我們除了沽了長江基建集團 都是沽了 沽了滑保國際和維他奶 而買方面就買回 越海投資和青島港的 跟著就有我同事Tommy 介紹一下基金組合的表現 那大家好 我來講會介紹一下 三個基金六月的表現 那留意一下 這個組合比重 會是用回五月尾的數字 都是因爲 幾乎半袋要求 那我們五月的時候 這個進取組合 有75%就會是股票 另外25%就會是固定收益資產 那我們這個組合 在五月也做了一個轉換 沽出了摩根的東協基金 另外換入了首域的亞洲增長基金 首先它第一個原因就是想減低 金融板塊的風險和承受 因為摩根東協基金 它有三十幾個巴仙 在金融板塊 我們就覺得它會受金融市場的波動影響 會比較大 令它做了風險會增加 另外也都希望捕捉回亞洲市場的一些優勢 包括了平均人口就比較年輕 也都是人均收入也都增長的 會為這個消費行業帶來這個機會 另外也都有比較多的潛在的通訊網絡的用戶 也都會利好這個資訊科技的辦法 另外首域那隻基金就會是比較有穩定的表現 在2015年的市場波動的情況下 它都是僅僅錄得2.4%的賦回報 表現都是在同類之中比較好的一隻 拿得最多的三隻基金 第一就會是順安的中國股票基金 另外就會是我們新買入的首域亞洲增長基金 另外第三就會是安聯的歐洲成長基金 至於月度表現那方面 因為都受累兩隻歐洲基金表現比較差的情況 所以那個月度表現都有一個負1.5%的回報 對比基準我們上個月就跑輸了基準 而成立至今也是落後這個基準 至於平衡組合那方面 五月的情況是53%是股票資產 另外47%是固定收益資產 這個組合之前就沒有轉過貨 所以可以直接說回最重的三隻比重 第一就是摩根的環球政府債券基金 另外第二就是安聯的歐洲股息基金 第三就是信安優先證券基金 至於這個表現方面 上個月這個組合就負0.54%的回報 都是受累於兩隻歐洲基金 第一隻就是第二位的安聯歐洲股息基金 另外最差表現那隻就是淡普頓的歐洲基金 這個組合上個月就負0.54%是跑輸了基準 另外成立至今也落後了基準 至於穩健收入方面 有91%就會是固定收益資產 另外9%就會是股票資產 這個組合也在五月做過一次轉換 就沽出了鄧普頓的亞洲債券基金 換入了首域的亞洲優質債券基金 第一個原因就是因為鄧普頓的基金 它本身就持有一些澳元和日元的短倉 所以這個基金表現會受到強日元的影響 我們覺得匯率風險都可以可能成為這個風險 比較大的風險 所以就希望減低回律風險 換入一個美元債券比較重的首域 亞洲優質債券基金 另外這個首域那隻就會有比較評級較高的債券 回報也是比鄧普頓的基金為好 平均的評級方面鄧普頓那隻有三個BOY 而首域那隻就是A-的 而量度回報和風險的下保比率 也都首域那隻基金是大幅跑贏的 有2.13的 跑贏鄧普頓的-0.27的 那握得最重的第一就是信安優先證券 第二就是平安人民幣債券基金 第三就是首域的亞洲優質債券基金 那這個組合上個月的回報就是0.68的 那最好那隻就是摩根東貼基金 不過這個占我們的組合比重就不高的 那最差那隻就是第二位的平安人民幣債券基金 就負0.49的percent的 那至於對比回基準的方面 那上個月這個組合0.68的percent的回報 跑輸了基準 而成立至今也是落口這個基準的 那今天的分享到此為止 Lewis就是可以回答大家的問題了 那問回Lewis呢 網上的朋友想問你今假的看法是怎樣 我感覺有點像唱演唱會那樣 出了去跟著 and call and call 我們走出來 and一次就告訴你 我今晚要幫你做節目 你不要留著我 那今假我的看法就是 就是受惠那個避險心態 和美國就是燃料加息 但是很多的看法就是覺得 那個金價去到1,400美元呢 是會頂的 除非你又真的 遇見不到很需要避險的因素 否則的話呢 就我覺得就是真的 未必見到1,400美元 可能是1,380 那你看到最近那個金 還有還有一個 就是等於我開始講的時候呢 就是它有多強或者有多弱呢 你看那個價格的一個反應 你脫歐之後 這麼大的不明朗因素 那個金價都是升一升升到去 1,350、60左右呢 那就開始調整了 那所以我覺得就 金價我自己看都是1,380到1,400 邀逐波不容易的 除非你有很利淡的因素 那還有就是說你現在歐洲來的 其他國家放水呢 是會令到美越強 即使美國不加息 就是有一個朋友問呢 就說如果是美國大選和加息 怎樣影響大市呢 我看法呢就是 那個特別的大選前 再看現在環球的經濟形勢呢 更加給了聯儲局一個考慮 就是越遲加息會越好 那如果它盡量拖持有加息呢 本來就不利美元的 但是又是一個相對的那個看法 那你現在其他國家放水嘛 還負利率的時候呢 英國又說8月會再減息的了 那變成了那個美元是會走強 那美元走強對今價是會有一個抗衡的影響的作用 所以今價我真的看 除非你說落回到1280那些位呢 那你買來看門口 有什麼那些黑天鵝灰燕鵝飛過 那他撿他五、六十塊、六十塊 就OK的 但是現在如果你在1350元以上去追呢 我覺得那個贏面不高 還有那個輸面會比較大 那另外這個問題呢 如果下半年行指是升到23500 哪些成份股會成為升市的亮點呢 我覺得現在今時不同往日的 因為那個市況呢 都好我們三個月見一次 就是不同以前呢 一個行業或者一個股價呢 可以半年九個月一年都是它最好 會執位的 就是你沒有發覺現在那些板塊的 那些輪動的情況呢 是很明顯於以前 就是因為行業那個的好改轉好呢 那個持續性未必是說很長的 當你去到一個水平 大家覺得那個吸引力不在那裡 或者那些股值貴的時候呢 它又會去看另一個行業了 譬如說地產 但是我記得我上個禮拜一開始就發覺 如果你有看有線和新年 叫人買本地地產股 因為原因就很簡單 兩個原因就是說 自從脫歐之後呢 大家都覺得美國是不會急於加息 那不加息 香港地產股是利率敏感股份 它會受惠啦 第二 第二 一件事就是我們看上半年呢 本來今年年初的時候 個個都看淡樓市的嘛 香港樓市嘛 說要調整 甚至蕭英卿都是說要跌10個15個百分比 但是我不是說它錯 不是去抽入某人後腳 問題是現在跌不到嘛 還要開始升了 那中原城市指數 八大指數呢 是十九個星期以來第一次呢 八大掌門一齊升的 我告訴你呢 就是那個CCL的八個指數 上個禮拜呢 是全部都升 那這個是上次春節的時候 後呢 跟著八大指數升完之後呢 就開始有個小陽春呢 就是春節以後呢 香港樓市呢 就升到差不多三四月開始就調整的嘛 那所以如果你看今次八大指數又一齊升呢 可能接下來一兩個月呢 樓價都會 因為你壓抑得很久呢 尤其是見美股創新高呢 那樓市一定是 那些業主都會 喊價都硬了啦 是不是呢 或者發展商開價都會進取了啦 那所以上個星期一呢 我就說要買本地地產股了 因為呢 兩個原因 就是因為就是股值收復 股值收復就基於兩個原因 一就是美國會遲些加息 對利率敏感股份 而且只是上升呢 就會去考驗一下 所以那一個月是 這個情況說 他當然是在中華盛頓上升 再到今次去下降 所以他一直買得到 就看市場對美國的利率的一個預期 就是聯儲局官員怎麼說 我又覺得呢 聯儲局官員在這裡 他可能是管理的預期 他未必會加 真是會加息 到這段時間他可能出來說鷹派的說話 讓你不要太過 市場太過夾 尤其是見到美股升得這麼急 他可能都怕 就會說我們必要時是會加息的 那你一說呢 可能那個市場的狀況就不同了 所以這一點我回答不了大家 我不是說想回避大家說有什麼股份會帶領 要說的就是比如說中移動 都是利益的 本地地產 內房 這些股份呢 是上個星期開始我看到是有一個上升的條件和轉強的 但是如果你過兩三個月後呢 會不會還是這些股份呢 我覺得肯定不會是 就是這個是相對的嘛 如果他 地產股份升了再升10個百分比 15個百分比 那些人又會再找別的行業是有一個動力的嘛 那我沒有辦法 我覺得你們要留意 就是我們 我經常電台電視那些的最新的發佈 有哪些的板塊是覺得是開始輪動 輪到哪一個 但是我只可以說那個輪動的情況呢 是來得比較密集的 就不可以說我現在這一刻選擇一個反方法 拿半年呢 可能他三個月升完之後 三個月回回來 你拿半年呢 你是那個收益不夠你 就是要把錢收益在最好的時候去取消了 那這一點就要跟著來看了 還有就 高息公用股是不是能入得过呢 我觉得现在市场就是两个市场 就是两个心态 所以刚才我们说有些资金继续寻Y 有些资金就寻B,寻B就寻B,寻Y就寻U 所以港德、中田、股价都还创新高 你看到领钱也是 但是这个因素我就觉得现在你追入 虽然Yield还是吸引的 但是股价这个就是说你收它5厘息 那你首先你问一下自己 它的股价会不会跌回5% 如果你跌了5% 你那一刻收息就等于白做了 收了你就打和 你要再等下一年的收息你才赚了5% 还要它的股价是维持的 当然这个是很稳定的想法 如果你不让我两边都赢 不让股价再升5个10% 然后我又收它5个息 这些事情以前一直在发生 真的你买公用股呢 从放水到现在买公用股呢 是赢了的 买领钱也是买Risk 又赚息又赚这个价 那我会觉得就是说如果这个放水还是持续的时候呢 那它是还有上升空间的 那但是就会那个margin是越来越薄了 就是说你如果美国开始是真的迫着迫着要 或者是经济环境又有变化的时候呢 那我不建议现在再这么高的高追 反而现在我觉得呢 那三个问题就是说 不是鼓追大家的投机 你现在如果下半年 就是看二万三千五的呢 在Y和B之间呢 你选择Y还是B 就是Y和Beta 我宁愿选择Beta 我选择那个有增长 和股价修复的呢 那个主题是 就是当股市是害怕的时候呢 那Y的Y股呢 是受到台捧的 但是当股价的肥障心态降低 而我又相信 也会在一个这样的心态开始 就是愿意多多些 risk的时候呢 那你应该是选B 选Beta的股份好些了 那就没有了 那问题 或者有一个问过股的 我们其实都不谈论过股 这位James就问 北京发展它两个几买 可不可以继续持有呢 我觉得是可以OK的 因为北京发展的大股东 就是北控392 拿了五成股权 那现在北京发展就转型了嘛 做这个垃圾坑超发电啊 固体废物发电 那去年开始呢 看到这些项目有盈利了 都赚了八千多万 来着它的盈利应该是会加快 还有呢 就是北京海电那里 因为北控那个背景呢 那它应该在北京都拿到一些的 固体废物那些的项目呢 如果拿到新项目是对股价的一个吹发势 那所以现在这个价呢 就过八 都是一个圆底兼一个 好似个市 就是突破三个型那个走势前的形态 未突破 但是因为始终现在呢 市场这段时间就不是最高在那些环保股里 环保股没有一个 没有一个动力 所以是要等的 就是我觉得如果你两个四十多米买 在捱价位 但是它没有研究没有难 和盈利开始 选择的时候呢 可以拿等高一点再高一点才放 好了 那么今晚都不妨礙大家 我想肚饿了 很多朋友都应该还没吃饭 那么再约定大家 我们应该是十一月呢 会跟大家再见的了 多谢大家